在这个视频中,您将学习到如何在远足后保护脚步 当您远足归来之后,请务必记住这三个步骤 把脚清理干净,对它们进行消毒,把鞋子和袜子脱掉透风 首先是清理,和大部分人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是 远足之后泡脚并不是非常好的护理方法 用肥皂和毛巾把脚快速地彻底地清理干净 把脚上的泥灰全部擦掉 然后把脚擦干,不要遗漏脚趾之间的空隙 然后需要进行消毒 清理擦干脚步之后,对脚上发红的部分进行护理和消毒 使用保湿霜进行按摩,这样可以保护皮肤放松肌肉 最后需要给脚透风 在清理干净并且护理完成之后,需要把脚步自然晾干 我们建议您在远足之后的几天穿拖鞋 或者穿尽可能让脚步露出的鞋子 总的来说,远足之后按照这三个步骤去护理您的脚步 清洗,消毒,透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